2006年一手隐形的翅膀让张绍涵火遍大江南北 因为歌曲的传唱度很高 张绍涵也变了更多的人熟知 他空灵的嗓音 独特的唱腔 深受粉丝喜爱 可惜好景不长 尽管他天赋异品 却因为自己的亲生父母几乎身败名恋 张绍涵1982年出生在台湾 他从小就很爱音乐 他的母亲是合唱团的一员 从小张绍涵就受到音乐的熏汤 从15岁开始 张绍涵就为了缓解家庭负担 四处打工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 父母不甘心他的唱歌天赋被浪费 变卖家中值钱的东西让张绍涵 张绍涵参加了许多的歌唱比赛 赢得了不少贵重奠契 17岁他参加中广流星之新歌唱比赛 决赛上被评委看中并与之签约 2001年张绍涵主演偶像剧《永不言记》 2003年又出演偶像剧《海豚湾猎人》 并演唱该剧的片尾曲《仪师的美好》 之后张绍涵的事业上开挂 以及呢翅膀欧洛拉这些歌大混 让张绍涵迎记大仗 赚的钱也越来越多 在张绍涵事业上流入中间的时候 却被爆出丑闻让他一落千丈 张绍涵自出道的时候 所有的工作都经他妈妈达理 工作上的所有收入都到达到他妈妈的账户 但是2008年 张绍涵因为长期工作劳累 遗传性心脏病发在加拿大治疗 同年张绍涵父母离婚 住院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连治病的钱都没有 给妈妈打电话却没人接听 交不上钱的张绍涵只有去借钱治病 此时的张绍涵母亲早已把张绍涵赚来的钱挥霍一空 据说有一亿台币之多 最后张绍涵每个月给母亲一百万台币的零花钱 他母亲不满现状 于是就向媒体揭露张绍涵不善养父母等种种丑闻 张绍涵一下子成为了众矢之地 福天盖地的谩骂随之而来 在2009年张绍涵生日这一天 张绍涵母亲还跟媒体说 张绍涵吸毒 张绍涵也只能坐尿检证明自己清白 因为陷入丑闻的张绍涵也被公司血藏 而张绍涵也被冠上不孝的头衔 都说患难见真情 张绍涵出世之后 昔日的闺蜜范尾琪落井下石 在社交平台上听写嘲讽的话 还挖走了张绍涵的经纪人 2019年张绍涵参加节目 我是歌手强势回归 但在他再次出现在大众眼前的时候 张绍涵的舅舅又出面说 张绍涵已经12年没有见过他的亲生父亲了 而张绍涵的母亲已经沦落到距离2500元月薪的越南大工 对于舅舅这样的控诉 张绍涵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但是大众也不太像以前一样盲目的跟风 原因是张绍涵姐弟三个都与父母划清界限 这也说明张绍涵的父母做法确实有多欠缺 对于张绍涵是否弃养父母 万人无权定论 但是张绍涵的弟弟妹妹都是他养的 还为弟弟妹妹买房 张绍涵经历了被亲生父母伤害 被朋友落井下石 张绍涵却没有被打倒 他勇敢地站了起来